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一天 今安住我 祈求三件事 能看你的清晰 爱你的身体 能看你的清晰 每一天 感谢 感谢主耶稣 父下宗教为我们的救赎之恩 为我们难得痛苦 忍受你 今安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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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求三件事 能看你的清晰 爱你的身体 能看你的清晰 今安住我 每一天 每一天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据弥加书七章十九节 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 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 基督徒明白神的律法 是用来提醒我们什么是罪 因而避免犯罪 由于人生来就带有原罪 救习难改 我们仍然不知不觉地 或者控制不住地继续犯罪 我们喜欢那属实的一切食物 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 我们的本性爱这样做 真是由不得自己 每一个人的性情好恶都不一样 因此所犯的罪也未必相同 而一个人常犯的罪也就是那么极样 照理说我们只要改那几个缺点 应该不会太难 但是奇怪的很 就是改不了 我们总是事后后悔 事前却毫无警觉 所谓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真是无奈得很 我们屡次犯罪 然后后悔 又犯罪 又忏悔 日子久了 基督徒心中 就会有严重的疲惫感和失败感 对神的信仰也会受到考验 我们真的得救了吗 怎么人是这么糟糕 不像一个基督徒应有的模样呢 宗教革命改革家 马丁路德临终前看到 我一生受尽天主教会的迫害 现在才发现 自己才是我最大的敌人 这不是很奇怪的吗 为什么自己这么令人可怕 是我最大的敌人呢 我们应该算是无辜的受害者 我们并不愿意带着 始祖亚当的原罪和诅咒 来到这个世界 物尽天择 适者生存是自然法则 忧生略态 肉肉强食是冷酷的事实 在这世上为了生存 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 至于公理正义是非黑白 我们都知道 但是在自私的心理下 就难免会颠倒是非 不分黑白 抹杀了公理和正义 这样做 虽是振振有词 心中却深受良心的责备 晚上做梦 有时候就像一个照妖精 自己圆形毕露 怎么自己竟是这么样的不可爱呢 基督徒是神家的儿女 照理心中应该有平安 因为父神已经饶恕了我们 神将我们的罪踏在脚下 神将我们的罪投于深海 那么谁又能够在父神前控诉我们的罪呢 但是我们心中仍是常常不安 心中明白自己犯了罪 良心也时常责备我们 这是一个健康的处理方法 提醒我们要到主的宝座前来忏悔 不过若是自责过分 我们就要谨慎 因为连父神都已经饶恕了我们 难道良心比父神还要严厉吗 我们更要警醒守卫 不要让撒旦进门 继续在父神面前控诉我们 连父神都已经饶恕了我们 撒旦又有什么权柄来控诉 来折磨我们呢 父神愿为准备上好的福分 基督徒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主宝座前 因我们是神家的儿女 在父神的眼中 我们是洁白无暇的 亲爱的父神 孩子知道错误 并且真心忏悔 请你保护我 用你的绑壁环绕我 在我的脚下拖住我 请赐给我平安和喜乐 感谢你 这样祷告是奔主耶稣的名 阿们 祝福音乐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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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祂已告诉我 祂的恩典够我用 只要信祂的恩典去够我用 心事进入我心中 生命在适应我 在外面试炼中当祂喜乐 因为祂已告诉我 祂的恩典够我用 只要信祂的恩典去够我用 只要信祂的恩典去够我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